姐妹们搞起来 哈哈哈哈 搞起来 哇 可以 画得这么好 女士你会画坏啊 不是很会 不是很会 野路子 哇 难怪 画画我呗 好可爱 好可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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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非常 希望我们听过 对他们们能够 能够 能够 喜欢我的音乐 哈哈哈 姐妹们搞起来 哈哈哈 哈哈哈 来来来 搞起来 这是你的新 那个那个专辑 对不对 那个黑历史 谢谢 十几年的时候啊 那是 06 07年的样子吧 哦好嫩哦 我以为是出了那种民谣 我也觉得 结果是唱跳 哦 难怪人家千千姐 学动作可快 我跟你说 她的可量 A C E 哦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我是 我是一名演员 那个是我 很多年前 然后因为在歌坛也混不下去 所以二人退出了一段历史 因为我觉得好像 我非常没有自信 在这个行业 我去做这件事情 我非常没有自信 我不觉得我唱的有多好 也不觉得我跳的有多好 那我凭什么站在这个舞台上 后来我就退出了 我就继续 我就回家做演员了 然后做演员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好像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平静 和那个 一个目标和方向 但是 来到这个节目呢 跟你们在一起 我似乎也能够 开启我的另外一个次元 我会觉得好像 找到了以前 没有找到的一些感觉 然后 我就觉得 好像可以从你们身上 可以学到 学到特别特别特别多的东西 免费的舞蹈老师 唱歌老师 就是来蹭课的 因为我们演员真的很 我们的世界是很闭塞的 尤其像我也不太喜欢社交 所以是到了这边以后 就是 居然可以跟这么多姐姐们 住在同一个宿舍 然后朝夕相处 我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 宝贵的一个 是的 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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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